如果这个双节小长假你还不知道去哪 那一场自由而又充满乐趣的自驾之旅 让你无论是和家人还是朋友 都能感受到真正旅行的意义 而这个秋天北京公路之王 三三要国道也会毫不吝惜它的美 横跨长白山沿途鸦绿江后昆江 屠英吉安临江长白 屠门昏春五具独具特色的边境小城 第一站便是秀美的边陲小镇吉安 这里不仅在鸦绿江边 一眼就可以瞭望异国风情 甚至还能在码头乘船近距离感受 这里也是冯仁西乐队将平静的吉安 虚构成的摇滚小城 每天晚上还有超震撼的光影盛宴 刚才想不到的是这里还是历史名城 将军坟好太王碑都能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而且这里的自然风景也同样迷人 母女风一定是吉安自然风景中必去打卡的 到吉安一定要尝一尝正宗的高丽火盆 火盆一条街哪个人多直接忘记信就可以 接下来沿331第二站临江市 这里又称长寿之乡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在大街上你都能感受到这里的惬意 尤其是夜晚的湖信岛公园也更加的美丽 如果时间充裕 还可以到松陵雪村感受一下这个优美山间的小村落 第三天我们接着沿着331国道 来到我们的第三站图门市 在这里最新打卡的一定是图门口岸景区 这里也是吉林最早历史最悠久的百年口岸 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到百年部落 在这里有着真正朝鲜族老式的村落 可以参与完全融入其中的民族舞 品尝一下朝鲜族美食 深连其境感受早期朝鲜族文化的精彩 如果住在图门 一定要感受一下这里超好吃的章鱼水仙肉 第四天我们就可以来到昏春市 在这里一定少不了一眼望三国的防川景区 登上龙虎阁 中、鹅、朝三国的美丽景区可以尽收眼底 之后还可以去打卡打荒沟景区 这里是独具魅力的原始溪谷 森林交错流水潺潺 是大自然富裕的天然氧巴 晚间我们回到昏春市 还可以来这里的欧式街 身边而经过的一国友人 真的是其他省市感受不到的 而且这里临近口岸 所以在昏春一定要品尝一下这里的海鲜 那此攻略用时四至五天 可以充分感受331国道在秋季的魅力 途径不同的城市 感受那里不同的文化 一路向前 这才是旅行真正的意义 场面 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